Hello,大家好,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聊一聊跟动物有关的词汇了 那今年是兔年,原先呢我想教大家一些和兔子有关的成语 但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有一个词语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 那就是猪队友,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和猪有关的一些有趣的表达吧 先说说猪队友吧 队友呢就是大家在一个队伍里面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队友是一只猪,那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要不呢就是傻傻笨笨的,什么事都干不好 或者呢就是做一些傻事,然后拖你的后腿 在这里拖后腿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 那如果有人拖你的后腿呢 那就肯定让你跑不快 就是你的事情的进展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你不要拖我后腿好不好 就是你不要做一些事情阻碍我的发展 或者阻碍我向我的目标前进 网络上有这样一句话非常的流行 就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那意思就是说,对手再厉害都不觉得可怕 但是呢就怕队友不给力,然后蠢蠢的帮不上什么忙 那这里神一样的对手,意思呢就是说 对手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强大 虽然有时候你们可能也会听到一些人 把猪队友呢,就是把有些在团队里面 故意搞破坏的这样一些人叫做猪队友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猪队友虽然是猪 但是还是队友 就是说你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目标还是一致的 他其实呢意图是好的,想帮忙 但是只是能力不行 或者有时候一些想法跟你不一样 会拖你的后腿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经常听见 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 会把他们的老公叫做猪队友 那我们在生气骂人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猪这样一个字 那就是在中国呢 那些非常难听的骂人的话 跟国外一样,也是会跟性联系在一起 那这些话呢,我说不出口 也没有准备教大家 那我只会用一些非常 就是程度非常轻的一些词来骂人 就是在生气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会说你是猪啊 那你是猪啊这样一句话呢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并不是骂人的话 而是用在比较亲近的人身上 那你可以听见很多女性朋友 叫她的,就是在生气的时候 会说她男朋友 你是猪啊 那比如说男朋友吃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说你是猪啊 那男朋友就是早上喜欢睡懒觉 你也可以说你是猪啊 那或者呢 又或者就是你的男朋友 做了什么傻事情 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生气 你也可以说你是猪啊 像猪一样蠢 另一个跟你是猪啊 就是比较接近的一个词语呢 就是猪头 就是很多女性朋友 也会叫她的男朋友是猪头 意思就是很笨的 很笨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词就要看什么样的语言环境 有的时候呢 是一种非常轻易的称呼 并不是骂人 就好像我不会叫 叫就是陌生人是猪头 那我只会叫就是非常亲密的人 关系非常近的人 那叫猪头 就是就是就是一种昵称吧 然后呢 顺便说一下 我的昵称呢 也叫小猪 因为我是猪年出生的 然后像我的姐姐 就是她就会叫我小猪猪这样子 那前面说的这两个表达呢 就是都是程度非常轻的 如果别人说我 你是猪啊 或者是猪头之类的 那看语言环境 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会生气的 但是呢 下面这个词就程度比较重了 就是猪狗不如 那不如的意思呢 就是比不上 比如说我的法语不如我的朋友 那意思就是说 我朋友的法语说的比我好 我比不上他 那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猜到 猪狗不如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呢 连猪或者狗都不如 就是连低等动物都不如 连畜生都不如 那这个词呢 就是大家用起来要小心一些 如果别人这么说我的话呢 我会觉得 我会非常觉得被冒犯的 因为这个词 这个词真的是比较重 然后以前呢 有看到过一则新闻 就是说一个男人 他大学毕业以后呢 不出去工作 而是在家啃老 然后父母不给他钱呢 他还会就是对父母 拳脚相加 拳脚相加的意思呢 就是打骂父母 就是打父母的意思 所以呢 这则新闻下面呢 就会有人评论说 这个男人猪狗不如 我们也有很多和猪有关的俗语 比如说 人怕出名 猪怕壮 意思呢 就是说 人一旦出名后呢 就容易遭到别人的妒忌 惹来很多麻烦 那猪如果长得很壮 长得很胖 就很容易被别人杀了 吃掉 然后还有呢 就比如说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意思就是说 有些事情 你没有亲身经历过 但是你可能听到过 或者呢 看到过 就是也稍微有点了解的 还有呢 就比如说 死猪不怕开水烫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一只猪已经死了 你把开水浇在他的身上 他会不会觉得疼呢 当然不会 所以死去的猪 当然也不会怕开水浇在自己的身上 那这个用法呢 就是说 就比喻有些人 他面对困难 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或者呢 对于困难的事情 抱有无所谓的态度 这一般呢 就是是用于自嘲的 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你们期末考试结束了 然后考了好多门 你已经知道 你的语文 数学 物理 考的都不好 但是现在呢 在等你的英语成绩 你的朋友可能会问你 你是不是很紧张啊 你就可以说 哎 反正我之前的几门 考的都非常糟糕 所以我死猪不怕开水烫 不管英语成绩怎么样 都这样了 好了 今天和猪有关的表达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对你们学习中文有帮助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